現在香港也有一些輸入外勞的計劃 現成是有的 包括剛才蒙舌大提及的補充勞工計劃 剛才也提及到最新最新的2016年的數字 申請中數是五千多 獲批是三千八百幾 你看到增幅很厲害 也有三成多 三千八百幾 佔整體的勞動人口是一個非常小的數目 給大家多個數字參考 因應不同的行業 集中看兩個 一個是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你看到透過這個計劃 輸入外勞是一千四百幾 你看到佔勞工的總人數 佔了輸入勞工的數目 其實都三成多 製造業亦都是 似乎數字上有不同的解讀方式 問了我身邊的黃拔 你會怎樣去看這個數字 反映著什麼實況 你會怎樣解讀呢 其實邵議員最初第一句就說 數字不騙人 其實我一向的看法是反過來的 我的數字絕對是騙人的 因為看看你從什麼角度去演繹數字 剛才蒙先生都是這樣說的 你難道只是計算這些輸入 那八五個你不計算嗎 也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喜歡從一個最根本的角度 譬如說我們剛才咪口說的 你不輸入外勞 那本地又有人不肯做 是不是 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 將那個人工不斷去加 其實譬如說飲食業 你如果他 飲食業的確加了那些人工 但你見到那個後果就是怎樣 第一 你開始發覺 以前我記得沒有最低工資的時候 你會見到有些伯伯去送外賣的 因為那時候他們的工資很低 當然勞工價當然說 無錢 為什麼他這麼老還要做事 這樣 但是自從最低工資有了之後 那這些伯伯就不會再有人請的了 然後你就發覺 送外賣的年輕了 現在可能還是有些電召的那些 懂得駕駛電單車 那就是你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人工是高的 其實大家都不用擔心說駕巴士 駕駛得太久了 因為遲些就有無人駕駛的 對不對 就是你其實是有這樣的情況 譬如說飲食業 那以前我們還有一些比較低價的 就是剛才走車都說 他現在吃的東西可能都貴一點 是不是 那為什麼 因為便宜的東西其實已經越來越少 因為以前譬如餐廳 人工低的時候 他們可以做多幾轉 薄利多銷這樣做 到現在人工貴了 那我不如就做少一兩輪 但是高檔 你開始看到那些便宜價那些 就是所謂mum and pop那些 就慢慢沒得做了 然後就連鎖息 要不就連鎖息 要不就裝修裝得更漂亮 這樣是某一部分的人工 的人是高了 但是呢 剛才我說的 消費又高了 另外呢 原本想做事 年紀大一點的人呢 更加被人擠出過市場 我現在說是一些方向性的事情 你說 數字上 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我不知道 留一些專家去想 請教一下嘉輝 剛才提到 其實僱員和僱主之間 其實有勞工的補充計劃 現行計劃 你覺得這個計劃是有什麼不足 所以才是要考慮去擴大 或者更加開放 剛才開始我說過 新加坡340萬 勞動人口 香港360萬 他們有115萬人 我們雖然加了30% 但現在都是4000多人 那數字大家就知道了 黃先生說 不是很相信數字 那我相信 剛才我聽過蒙先生說 其實行業裏面 都不是說請不到人 據我所知 現在的建築朋友和我說 現在索緊兩三萬人 運輸界 易志明是我們黨的 他說現在隨時索緊八九千人 飲食界 張宜人經常說 現在索緊一萬多人 我批發零售界 我的RMA 零售館協會 現在行頭裏面 是索緊六七個百分比 但是透過現行機制 有沒有辦法幫到多少 還是現行機制 其實解決不了 現行機制 你所說 需要那個行業 要登報紙 登完報紙的話 最重要的是 你將那個人擺上勞固會 你在勞固會 等他們去批 勞固會裏面的人 是五十五十個百分比 就是資方和勞方代表 每一次你擺上上面 你想想要談幾個個案 說了這麼久 剛才這個數字 只有四千多人 對應新加坡是一百十五萬 我想其實整個香港 我想要整體香港去看 我剛才一開始說了 你看到兩位勞工的朋友 他們表達的能力 是多麼令到香港的市民 感受是好呢 但是在現實的生活 你想清楚 現在我們在面對什麼問題 即是那些日常的通脹 即是家食 管理費用 剛才那個 我不再說了 而真的那個問題 那個人其實夠不夠呢 例子 我自己本身是區議員 我自己有兩條小巴線 在那個區 以前有些居民跟我說 我們小巴 即是司機有些態度不好 我跟老闆說 老闆第一時間 今天會跟那個居民 一起沙漢對話 或者找到司機 我明天跟你們說 就是不好意思 叫那個司機跟他說 因為要了解過程 那司機真的不好 那你不適合做 就不要做 我水底工資我加了之後 那些居民經常跟我說 那些司機的態度很差 我打給老闆 你知道老闆怎麼說 我說他們這樣 即是居民其實想你 老闆說你不要說錯話 有些案件 你跟他說對不起 老闆說我跟他說對不起 我跟他說對不起 我說其實居民說 一定要找他 我跟他說的話 他明天就不做 他明天就不做 我想請人 我就請不到 我想加價 小巴區議會 又被你拿著 他們可以怎樣做 請不到人 間公司營運不到 即是問題 其實很現山山 其實我想自己 如果是做立案法團 你也知道 要請管理員去香港 現在其實都不是容易 明白 根本其實人 其實很清楚 根本就是不夠 不要說 我們追星加坡 現在被星加坡已經過了 不要說追星加坡 我是想保持香港的優勢 其實我們可以 我想問王八仙 因為剛才閑姐說了很多 即無論是蒙先生還是閑姐都說 你要解決這個勞工的問題 應該由結構性基礎的問題去入手 但例如我剛才說 結構性問題已經存在 我們是不是要向前看 你的看法是怎樣 結構性問題需不需要解決呢 其實是的 其實我覺得是要引入 那個已經不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要引入外勞 我覺得從我的角度看 引入一些他願意進來工作的人 我覺得千萬不要學歐洲 因為我剛才去歐洲 完全是災難的 你絕對是要來做事的 絕對不可以跟香港人的待遇是一致的 因為如果不是他就變成我們的公民 不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不好的方法來的 好像剛才特朗普說 炸不寒不會是一個好的方法來的 不過都唯有是這樣做 我想補充多一點 我想補充多一點 我知道勞工朋友 經常都很擔心 半地勞工或者家裡 所以其實越少越好 但我想講其實 大家認真想一下 其實現在香港 其實我們有很多外勇在這裏 講成三十五萬外勇 你想想想 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你有個家庭 你當他三個人 即是父母兩個小朋友 如果爸爸當他兩萬五元的工 媽媽兩萬元的工 他兩個加起來四萬五元的工 是吧 但他有個外勇 他媽媽才出去工作 是吧 那個外勇四千元的工 是吧 假設香港你沒有這個外勇 那兩萬元 其實他媽媽就要回去照顧他 那家庭只有兩萬五元 在這個家庭的角度去看 你看到對這個家庭 其實是兩萬五元好 還是有四萬五元一個月 其實是好 是吧 你知道這件事 你將它放大回香港 其實一個就是一個例子 講給他 發生什麼事 黃伯偶問問這個 黃伯偶你剛才說 人工那裡 即輸入的外勞 你的意思不可以一樣 是低於香港 應該是低於香港 當然了 現在現行的制度 我覺得是 歐洲就是沒有採用我們這個制度 如果歐洲採用我們這個制度 歐洲不會那麼亂 好了 如果輸入外勞 即外地的勞工 人工是低於香港的勞工 那行車行不行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很好笑 好笑的原因是 就是說我們面對著現在的狀況 我們有機制要輸 如果你說我們的機制本身 存在不合理 就大家檢討 如果你說我們完全沒有機制 雖然我們勞工 我覺得我們要打我們的屁股 在客觀上有 我手上看到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個計劃 即是說它有六、七個計劃 擺了輸 現在問題就是 你這樣的機制 如果有一個屬於監察機制 太過嚴重 那就去談一下 但我覺得 真的不是說很嚴重 如果你按照實際情況 你真的沒有人是可以進入的 所以你說好像 講的那些 安律服務那些 它是可以進入的 但當進入的過程當中 你先告訴他們 去談那個程序 即是我覺得 即是我們實事求是 香港是有機制 特區政府 包括特首都知道 香港是有機制 而這些機制裏面 你說不夠的話 到底問題是放在哪裡呢 我就以現在交通的問題 就以最近心裡補過 一個典型的 一個很大的 我們不開心的事情 那我們是不是說 在這些問題出現了之後 大家都看到很明顯 那個司機怎麼加班呢 為什麼要加班呢 為什麼他不可以做十小時呢 要做十三個小時呢 我們可以問一下這個問題的 這幫人是不是不想休息呢 過多鐵人呢 不是 他根本上給個底薪 他又不夠的 不夠皮 那有些人說 我因為巴士公司經營困難 我就說 在衛生系統之後 到底面對著這個競爭當中 是否將所有的 最後的東西都放在工人 承受了呢 即是等於現在 你說飲食 飲食你給我計算 我想你計算 那個租金是最厲害的 我問過都做飲食的 而工人工資不否定要加上去 但你問我 他最關鍵就是租金問題 即是我覺得你是要否析得好 指定說 我當中現在沒有了某些工種 或者有些茶餐廳向上 我不同意的 我們還有很多些 很街坊的茶餐廳 20元左右吃一個造冊 我都吃到的 老實講 現在我要在街上吃東西的 某大的 很出名做漢堡包 11元就有漢堡包吃的了 即是我想說 即是我說不是好像邵先生說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即是我慢慢逐步說先 即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之所以說結構上 是因為在全球經濟體化下 弱資本弱勞工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這些人是被迫低薪都要做 包括有不少的一些基層的勞工 去做安律服務 我跟著就想說 這個林鄭都知道的 香港那幫女性是有 在人口統計 有40幾50萬 現在是想假工 必須不適合他們 政府有沒有想到這些辦法 我們可以做很多辦法 怎樣令到他們出來 不同的工作時間 遷就某些方案 是可以吸引著那40多萬的壓力 或者加分一點點回應一下 我們專門去廣告 其實提了幾次關於巴士事件 這是不幸的事件 是 但是其實從這個調查報告到今天看下去的話 那個司機從來都沒有告訴你 其實他當時是很累的 二發生意外 是吧 在那個巴士 我知道日常說 其實去正常軍期是10個小時 而10個小時說 巴士公司說了 其實他真正開車其實是8個小時 即是真正工作的時間 是吧 他自己的要求其實去增加時數 當然其實因為這些行業對香港 可能有機會有危險 我們都要想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限制 就是一個人他希望多勞多得 我想其實大家都要思考這個問題 是吧 8個小時其實是不是 如果一個正常的情況 8個小時會不會多 還有這個司機 如果你是去底身加上津貼 其實都慢 你是不是支持做8個小時 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回答 其實我說8個小時 現在他不是在開8個小時 他的工作時間上限是14個小時 然後他是在開12個小時 11個小時 工作時間是14小時 這個全部報紙都賣光了 你還在說8個小時 阿叔 現在你看到他的底身的話 他的底身和他加上津貼 其實是萬五元的工資 其實萬五元的工資 在香港來說其實算是高還是低 大家自己去想 他要爭取到萬九元 大家其實給不給他 用不容許他這樣做呢 剛才蒙先生 我回應這個問題 公司告訴你 其實你回10個小時 其實他可能就有萬五元 其實10個小時裏面 真正開車就8個小時 就萬五元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打 一個願打 老闆最正這樣說 那萬五元 但你不夠洗不夠食 你被迫要加單 才能夠維持到生計 不是的 一個就站在公民的角度 一個就站在自由經濟 社會發展的角度 是不是真的 無論談任何的勞工議題 一這樣困起來 就沒有得談呢 似乎 現在給我們看到好像是 有得談 有得談 我覺得任何國家 當面對這些問題 我都希望我們雙方 跳出來 跳出來的事情 怎麼會談呢 你會從一個客觀去分析它 就是我經常講 一個工人 他為什麼要加班 加班 14小時 他那份工 就要聚精會神 去開車 牽涉到安全 不是他個人 還有整個車的人 包括街上的人 所以現在基本上 有些行業 例如駕飛機 做海的部分 都有規定的 唯獨這個部分 政府沒有去正視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政府就要擔當這個角色 很重要 我們覺得現在 它應該是八個小時 或者九個小時 就最好的 不能再多 只要他給的工資這麼低 他很自然 我覺得他需要再加 所以你覺得工資 只要加了 其實所謂的 勞工短缺的情況 就應該不會存在 沒錯 現在實際 剛才蒙先生也說 我都撞到一些 紮鐵的年青人 我去剪頭髮 他說我的朋友說 如果想快點買老樓 去做紮鐵最好 那些年輕人跟我說 我說是 他有個想法 市場上誘惑著 在市場裏面 有很多適合做的人 去漏洞 等於我們有了最低工資 他就可以漏洞 以前沒有漏洞 由於整個基層 基本上就說 你做不做 不做大幫人做 他被迫就面對那個剝術 他都要做 但當你市場上 能夠有些移駕能力的時候 他就會漏洞 黃白 是不是人工提升了 就真的可以解決得到 二十多三十歲 這樣可以漏洞 你說四十幾 五十歲的那些 怎樣漏洞 我所謂說數字 為什麼會騙人呢 例如好像建築業 我們來看就是建築業 但其實建築業都是細分的 紮鐵 你估計二十幾三十歲 有氣有力就可以去做 如果一個木工 已經去到五十歲 你可以培訓他 然後他可以做紮鐵 不可能的事 還有 夠不夠這件事 乘機就說 我從來不想用標準公示 我覺得這個叫公時限制 為什麼呢 因為一萬八 他可以說夠 但有些人說 如果我有小朋友去外國讀書 是不是 我駕巴士 我也想我的小朋友去外國讀書 第二天不駕巴士 是不是 我可能要二萬八 就算你有標準公示 我都可能會加班 我都希望做十二十三個小時 是不是 所以這些不是解決的方法 我覺得乘機拋出來想拿 但是解決不了這些辦法 除非你禁止別人做事 所以我說這個叫公時限制 並非標準公示 但王八 一來就 譬如新加坡最低工資高 他們都接近這個標準公時 同一時間其實他們政府培養 保障他們國內的勞工權益 比香港也是厚 其實有沒有可能是雙向 一方面我是增加一些基層勞工的輸入 但另一方面 是不是香港的商界或者政府 在這方面你都要加把勢 你才令到勞工界就放低個心房 其實新加坡是這樣的 這些也是數字會騙人的 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好的福利呢 他基本上從另一個看法 其實蒙先生已經說得沒錯 他那百多萬的外勞 真是剝削他們的 剝削他們來去養住新加坡 是呀 擺明是這樣的 擺明是這樣的 不過問題是大家接不接受 這件事 不要以為養住沒有問題 當你其實現在新加坡人 裡面也有些聲音 為什麼永遠最高的職位 沒有我們份 永遠一點 你明白嗎 永遠都有問題 不要以為真是想著 為什麼 取捨而已 取捨而已 接不接受 你就多給外邊的人進來 然後不用他們做 好嗎 每個月給他們錢 可以嗎 我問勞工界 反過來 學新加坡 你什麼社會福利你都反對 我不是反對 我已經問你 新加坡就是這樣 新加坡就是這樣 不用工人做 沒有東西給他們做 你最喜歡引新加坡 你最喜歡引新加坡 新加坡就是這樣 我三百多萬做 我喜歡人 過百萬進來做 然後我就找他們 抽他們的稅來養你 不用你們做 這個是不是大家喜歡的社會 新加坡就是這樣 新加坡不是這樣 其實有的 沒有方法 如果我們今天還相信 以我們這個年紀還相信 有方法能夠解決所有問題 大家活起童話世界 不是 永遠都是取捨而已 新加坡那一套 就是剝削外勞 來養本地人 是吧 不是 當然 我覺得某程度上 大部分 黃先生說的話 我都不敢苟同 不過有些地方 我覺得都是真的 因為某程度上 你是要去討論 為什麼那些人 是會 以價能力這麼低 香港工人 因為你本身 新加坡有集體談判權 新加坡有標準公事 對著人民行動黨 對著人民行動黨 你公密論那個政黨 是什麼政黨 是 抓你坐牢 這些制度和保障 是客觀存在 而且也是國際勞工工 公約規範 我們香港是沒有的 你沒有集體談判權 沒有標準公事規範下 然後你就說 輸入外勞 輸入多些外勞 然後任由外勞 和本地工人競爭 不是競爭 不是競爭 不用他做 然後再加上 這個又極端 這個又太極端 加上黃先生所說的 就是說 不如我們就 不要給外勞 好像香港工人一樣 有相同待遇保障 這樣不公平 應該他們要少些 低些人工 不是有市場 那就是老闆 一定是用廉價勞工 阿蒙 我也想加入 先說兩句 一定是用廉價勞工 我們不能夠抽新加坡 某些話說 你看看新加坡 整個 它由它脫離了 就是獨立了之後 它有整套管治 它勞動人民行動黨 又跟工會關係很密切 它有些保障的公司 每個班都是工會做的 的士也是工會做的 的士也是工會做的 的士是工會做的 是在那裡分享一些事情 例如像房屋這樣 我覺得你要整個制度 是的確的 我們稍後回來再說